我们买车的时候都担心车企偷工减料 但是我跟你讲 现在车企偷工减料可没你想的这么简单 现在有些车企偷工减料 偷的都是普通老百姓 根本就不会注意到的地方 跟大家点一下 大家买车注意一下 而且会严重影响你的用车 第一个就是座椅 怎么偷工减料 尤其是后排座椅 你去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去试驾一下 因为现在其实这个趋势比较明显了 有不少车企都这么干 就把后排座椅把它坐垫做短 做短之后有个什么好处呢 它的整个空间就会显得大 这样的话把后排空间腾出来 那你觉得这个后排空间很大 但实际上在用车的时候有个发现 如果你后排座人的话 时间稍微坐得长一点 他会觉得这个腿闹空很难受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我已经试驾了这些车衣 有这么一些车衣真的 让我觉得很糟心 包括前排主驾座椅也有这么干的 就是为了腾空间 然后偷工减料 第二个就是现在全景大填墨用的越来越多 还没有支援帘 然后本来用全景大填墨的话 应该给你整多层镀膜和镀银 这样的话才能隔绝现单一部分 紫外线加红外线 但是那个东西要成本啊 所以他们怎么干的 减少镀成 这样的话成本下来了 反正你不是买来的时候 终归要买一个支援帘扣上去的吗 对不对 你要买支援帘 所以我跟你不要搞这么扎实 第三个就是车内的用料 尤其是关于车内污染方面的这个用料 现在有些车 大概在尤其是十几二十万 比如说核子车 二十万左右的车 你去买新的车 你去闻一闻 不要闻那个试驾车 要找一台他们这个没有试驾的新车 你去闻一闻 联系的厂家 他们在用这个水性的 环保胶 整体而言 甲犬啊甲本啊 这些这个示范物会少很多 但是有些厂家未来控制成本 现在还有很多用这个例行指正版 所以大家这个买新车 一定一定要注意点 现在十几万的国产车 都可以做的很狂保 丁甲犬丁甲本车型 还不少了 所以我由这样的车型可以选 为什么要选那些 毒害我身体的车型呢 第四个呢 安全性能减配 本来这个 按照常理 可能这个跟你装 五个 或者这个六个性能 有些呢 可能装八个的 但是为了这个 把配置拉下来 把安全性能给你减配了 这玩意 我跟你讲 不用的时候 一点色都没有 但是你用的时候 它是可以 真的是可以保命 可以救命的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注意看下 这玩意真的是越多越好啊 我刚才说的这些地方 都是我们这个 普通老百姓买车的时候 容易忽视的地方 但是车企容易在这些地方 这个去减配的地方 大家去跟买车的时候 稍微要注意点 除了这些 你还发现哪些 车企容易脱空减脏的地方 给喵哥 列举一下